深坑国小附设幼儿园在今年的乡图语言教学 融合了庙会文化和传统戏曲 在成果发表会上 小朋友们各个化身为庙会中的代表人物 像是引领神教的Bomea 还有保佑婴儿健康的十二婆娘等等 而小朋友们还在台上唱起了传统歌仔戏曲 那超Cue的模样 让现场的观众们都直呼好可爱 戴上了斗笠有着大大鼻子的小小Bomea 引领着神教和十二婆娘进入会场 重现了台湾传统的庙会文化 深坑幼儿园的小朋友们超Cue的装扮 让在旁观看的爸爸妈妈们都又惊又喜 深坑国小附设幼儿园 今年在乡图语言教学方面 融合了庙会和传统戏曲 透过认识庙会的人物 以及借由歌谣传唱 让孩子学会了闽南语 也了解了在地文化 你要孩子学语言 你可能就是要透过比较轻松 然后游戏的方式 让孩子能够会自然的愿意去学习 这样子 所以我们在闽南语这边 我们除了说 我们会外聘老师来唱唱跳跳 闽南语的歌谣之外 我们也有歌仔系老师 然后就加进去 庙会里面其实有很多的人物 他是比较新鲜的 然后比较有特色的 那就先会告诉他们这个角色的意义 然后他有什么特征 然后把这些特征编到歌词里面 然后让他们从歌词里面可以去学习到 八十多位幼儿园小朋友 依照庙会人物分别设计了不同的演出 可爱的模样相当吸睛 虽然才短短的三个月 但小朋友的学习成果 让在场所有大人都光目相看 我们教学了之后孩子回去 家里会有阿公阿嬷 当他听到孩子唱第一句歌仔系的时候 我觉得阿公阿嬷就很高兴 不论是身上穿的服装还是手拿的道具 甚至是舞台上的布置 幼儿园的老师们为了让演出顺利 也都花费了相当大的心思 而在台下观看着家长们 看见自己的宝贝精彩演出 更是开心得不得了 很开心很可爱 所以阿公阿嬷有唱这台词跟你听过吗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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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练习 他们很喜欢 有惊讶你说哪一台词 对对因为本来连米南语都不会讲 这样的那个感觉起来就是说 把这个传统的东西给小朋友去了解这样子 高兴的小朋友卖力演出 唱起歌仔戏曲有模有样 深坑国校福神幼儿园表示 每学年都会设定不同的教学主题 而透过了实际体验 相信孩子们不但学得快乐 也让他们留下了美好回忆 记者杨帮友张芳琪 深坑采访报道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